嗨,大家好,欢迎来到一人一学习频道 你不会想错过今天视频中我向你展示的四个最佳Mockup网站 Mockup展示现在已经变得越来越重要了 尤其你是Graphic Designer,或者你的工作 需要向客户表达你的设计在真实场景中 它的设计呈现为何有效,并且可以带来怎样的效果 在还没有开始之前,如果你还没有订阅我们的创业频道 欢迎你订阅我们的频道 开启小铃铛,这样以后你就不会错过任何关于我们创业的video 好,第一个要介绍的是ISGraphic Mockup网站 这个网站有一些最新和最好的Mockup 你会注意到他们这些Mockup是适合用在Photoshop Sketch,Figma等等的工具 而且是免费给商业和私人用途的 看看他们的Mockup,每一张都非常干净和质量都很好 比如你看这张PaperMockup,非常酷,很特别,很独特 并且每一张图片在下面都已经指明这张Mockup适合用在什么工具 这张PaperMockup就只适合Photoshop上使用 像前面我说的,这些都是免费使用 这里你也可以看到它的照片尺寸和图片资料 你只需按下Download就可以下载这个Mockup图片在Photoshop上修改 在最上面这里,他们还有其他的Mockup供给你选择 比如有UiUX的,Device Mockup,Branding Mockup和Illustration 但这些是需要付费购买才能使用 不过一个价格已经打包成一个系列给你 所以你只需要付一个价格,你就可以用它整个系列的Mockup了 接下来,第二个要介绍给你们的是Good Mockup 他们确实有很好的Mockup 因为为什么他们出现在今天的视频中 这里有一个非常广泛的类别部分 有多种不同的类别可供选择 但在我看来,对任何Mockup网站一个很好的测试 就是浏览他们的T-shirt类别 正如你所看到的,有很多T-shirt Mockup可供选择 而事实上是有9个页面 仔细看看这个,我们可以看到它的细节 包括可以用到什么Format 许可License也是免费给用于在商业和个人用途 同样的,你需要到了下来,然后存进你的电脑 就可以使用在你的设计软件上进行修改 第三个要介绍的,可能你没有听过的叫Graph Barrier Mockup网站 我会把这个网站也加入今天的video是有某些特别因素的 可能你也会喜欢的 这个网站有少许缺点的是,当你点进某个图片时,你会看到广告 就像现在,你看到的 所以你只需要点一下外面某某的地方就可以出去了 不过,现在在网上,哪里都可以看到广告 这些目告很多部分,后面是有颜色,有一些风格元素,甚至可以看到产品的影子 这个是非常好的,因为尤其你是用在你的网站上 让用户看到这支图片有不一样的呈现风格 以刚才我说的,我选这个网站还有一个因素是 这个网站也可以使用免费的icon,目前有五个页面 所以你喜欢在你的图片上加上不同的icon的话 可以使用他们的网站,找出你喜欢用的icon 最后一个要介绍的,而且是我一直常用的,叫Smart Mockup 具备于其他的Mockup网站,这个Mockup类别更加广泛 从你要科技、印硕、包装、服装、生活用品和常用的四角媒体Mockup都应有尽有 当然它也有免费和收费的,不过免费其实已经足够你用的 它是我到目前为止用到最好用的一个Mockup网站 因为即使你不会用Photoshop,你都可以轻易的做好你的Mockup图片 你只需要从这里Upload你要放的照片 然后它就会自动帮你做好这个Mockup图片放在那个产品上了 如果你满意了,你只需要按Download就可以使用了 不过免费版本目前他们只允许下载Medium的画面质量 以上四个Mockup网站 希望可以帮到你们做出一个高质量和自己品牌的Mockup图片 好了,这个影片就到这里 喜欢我们的创业学习影片 记得订阅按赞和分享 我们下一个影片见